来看到这是围棋三天的台中电竞嘉年华 在第二天进行了校园传说的对决比赛 同时也邀请多位电竞的网红到了现场 跟冠军队来交流 而今年更是首次举办了机器人格斗赛 有16名素人跟玩家是一较高下 而不少家长更带着孩子到了现场 要共同感受嘉年华的乐趣 要伤背着控制器 手握摇杆猛力操作 指引机器人触招攻击 台中电竞嘉年华手办机器人格斗赛 吸引16位素人玩家前来参加 非常刺激非常好玩 而且就是跟一般的手游不一样是更立体 因为我觉得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所以觉得这个很酷 背台上机器互相推挤 不断尝试攻击对方光点 激烈程度不输其他赛事 透过体感合一 参赛选手就犹如眼前的机器人 其中更有玩家为了三岁女儿 带上自家机器人来抢分 一路过关斩将夺下冠军 其实这最主要是就是要给小孩子玩 只是刚好就一起 一起参与在其中 就一个亲子关系这样子 不管哪个年龄层 就是都满适合他们的 我想这个部分在后续也可以带动 让我们电子竞技跨到另外一个活动的场域 那透过人跟机器一起合体来进行一些对战的方式 电竞嘉年华一连三天举行校园杯及全民杯赛事 包含传说对决四强线下赛 冠军之争由张敬高职对上黎明技术学院 场上竞争激烈 场下讨论也不断 最终由装进JJVST夺下胜利 就是给小朋友一个表现的机会 对我是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赛事 冠军出炉惊喜还在后头 想先欢迎今天的网红队 赛事请来多为网红与冠军队选手混搭组队进行交流赛 满足粉丝也让选手网红有全新的对战体验 本来想要认真 可是他们说想要玩娱乐 所以就觉得第二场就完全就是大家开心玩这样 也有播过他们打比赛 那今天难得就是有机会可以在线下 跟他们一起就是跟选手互动 终于政府有就是看到这块电竞 那我也很高兴这些新兴 新兴选手都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可以去学习跟发挥 台中电竞嘉年华一系列精彩赛事 给予素人玩家发挥的舞台 多元体验也满足电竞爱好者 更陪伴不少亲子留下充满惊喜的回忆